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 約翰遜首相的內閣 是對中國政府感到不滿和憤怒 於是他們正在考慮 各自和華為共同開發英國的5G網絡 在這篇報導當中 首先引述了一名英國官員的說法 他批評中國政府正在進行一場令人作偶的造假宣傳運動 這是不能接受的 他批評中方明知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但仍然選擇繼續說謊 而首相府也認為 中國政府正在尋求在全球大流行期間 向世界各國提供有條件的援助 以壯大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實力 而另一名政府高層官員說 目前唯一優先考慮的事項 當然要先應對危機 但每一個人都知道 當這一切要結束的時候 必須進行政治清算 矛頭指向中國 而另一名內閣大臣也說 不能夠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視若無睹 因為當初中國政府打算隱瞞真相 而摧毀了世界經濟 現在就扮到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而另一名內閣大臣就批評 中國政府是不重視動物的權益 這個野生動物市場導致了全球的大流行 中國就必須要關閉這些市場 若然他們不去做的話 就將會變成一個流氓國家 大家都聽得出 部份的內閣成員和高層官員 對於中國政府的不老實 都感到相當憤怒 縱然在今年的一月底 英國政府曾經宣佈 在5G的網絡建設當中 會容許有限度使用華為的技術 當時英國政府曾經說過 只會禁止華為 向5G網絡核心敏感的部分提供設備 但就允許華為提供機站等非核心設備 大概佔了整個項目的三成半 而當時約翰遜首相 還反問那些反對華為的人 到底你們應該有什麼替代方案 原來現在他被自己的內閣逼供 因為他們其實都要對於國內民眾有所交代才行 現在英國被這件事累到雞毛鴨血 就算他們現在純粹擺下姿態也好 或者到期時 真的作出多少反制行動也好 其實都是屬於無可口非的 只不過如果英國真的付諸實行的話 對於中國的經濟復甦 就會帶來非常沉重的打擊 目前中國的輕工業 就已經飽受大規模的取消訂單潮所影響 就算有工人上班也好 都是沒有東西生產的 因為沒有需求 就算產出了都不知運送到哪裡 現在說高新科技的輸出和這些技術的輸出 都同樣遭受到影響的話 當然對於中國的經濟就是會雪上加霜 更何況目前只不過是英國一個國家進行相關的考慮 倘若其他本來答應了和華為合作的國家 他們都選擇再次去考慮的時候 到期時有可能就會造成骨牌效應 這個就會一去不復反 更何況就是 中國向一些歐洲國家輸出醫療物資的同時 亦都大搞道德綁架和情感勒索 使得部分外國政要和人民都感到反感 在基於見過鬼會怕黑的教訓下 到期時這些國家會不會繼續順滩和華為合作 就變成了未知之數 接著就說說本地的情況 政府統計署公佈了 今年二月份的零售業總消貨價值統計 按年暴跌四成四 去到只有227億元 這個跌幅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最大單月跌幅 而且亦都連跌了十三個月 到底哪些總類的零售額會大跌得最多呢 當然就是和旅遊業相關的行業 比如這個珠寶首飾 中標和名貴禮物 跌了接近六成 而服裝亦都接近跌了一半 藥物和化妝品跌四成二 百貨公司跌四成一 但是不是全部項目都跌的 仍然有些項目的消貨價值上升了 比如說這個超市貨品上升了一成一 燃料上升了百分之六點五 當然這些就是和市民多了 在家裡進食有關 雖然零售業的大跌市使得很多店鋪要關門 那些員工被迫要放無薪假 甚至乎租到炒油 但是有危就必有機 今次正好給香港零售業一個機會來大洗牌 因為就算這些店鋪在過去幾年 那些遊客數字 尤其是自由行的旅客數字 不斷飆升的時候 那些老闆已經賺到盆滿撥滿 你賺到盆滿撥滿 那業主看到當然會加你租 結果使得黃金地段不斷加租 結果迫死了很多小店和傳統行業 那些店鋪不是被迫接賣 就是要越搬越高或者越搬越遠的市中心 那些老闆賺大錢的時候就不說 每個人都悶聲發大財 也不會跟你的僱員來分錢 好了 現在就慘了 一個二個叫救命 但是要求政府來補貼 補貼企業 又不是補貼僱員 我贊成對於那些僱員補貼是優先的 企業不是不輔助 不過一定要排斥序 就是僱員第一企業第二 因為那些僱員 基本上在過去幾年 都不是怎樣分享到你的經濟成果 錢賺最多就是老闆 是不是僱員來來去去就是鬥份量 除非他有所謂的佣金 底身加佣金 但是都是你老闆賺最大份 所以現在正好是一個時機 無論是旅遊業也好 飲食業、零售業、什麼業也好 不要再過度依賴單一客員 搞到通街都是藥房、化妝品店、金袍等等 現在關於這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市民會覺得可惜 因為這些店舖完全沒有特色 全部都是連鎖店 而且都不是做本地人生意 接埋就接埋 那些僱員會經歷這個陣痛 在這段時間 唯有向特區政府要求多些補貼 但是長遠來說 對於全民也是好事 當這個經濟活動 去到一段時間 逐漸復甦的時候 起碼會有多些不同種類的店舖 和行業 可以進駐旺區 不用像現在這麼閹門 走到那間店舖 每間都不是做本地人生意 有什麼為呢 至於那幫零售業的僱員 要怪的 也只好怪林鄭月娥 她真的是攬炒之母 在一月份的時候 市民要求她去封關 她無論如何都要封證三個口岸 到了今時今日 搞了那些不湯不水的措施 其實就是逼死那些零售業和飲食業 這個是她造成的 我也說過很多次 只要市民全面停擺14天 或者21天28天 在這段期間 由特區政府資助所有的僱員和企業 一天都光亮了 但是特區政府一定不會這樣做 因為林鄭月娥沒有這種魄力和勇氣去推行這個措施 她只不過是一個看守政府 她只會做些什麼 就會推行23條 推行逃犯條例 行緊急法打壓青年 至於那些有效的防控措施 她是一項都不會去做的 所以分分鐘有朝一日 香港周邊的國家慢慢的經濟活動復甦起來了 香港都可能還是一潭死水 你只看見林鄭那些措施 就知道沒有運行 然後這個飲食業 今天的鍾小企就出來開記者會了 炮轟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就說她只是僱著大集團的利益 是不是要整個業界陪葬呢 至於公民黨的林瑞華 她就說要求林鄭儘快和這些飲食業的鍾小企見面 並且提出一些具體的補償方案 包括由特區政府承擔工資和店舖的八成等等 她們批評張宇仁僱僱固着那些大集團 那當然了 你看看那些措施 什麼桌子和桌子之間 要保持1.5米距離 或者就是座位減半 這些全部都是有利大集團的 難道是有利小店嗎 那些小店空間有幾大 只有幾百呎 還要限1.5米 那麼你幾個店鋪坐了還有多少人 而且還要坐位減半 根本上是對於小店不利 如果是大店的話 就算減極也有這麼多位置 就算保持1.5米的距離也有這麼多位置 很明顯是為了連鎖店而度身訂做 所以希望那些飲食界的從業員 尤其是那些老闆 一定要登記做選民才行 如果下屆又是由這些人代表你的業界 那就沒話可說 現在4月8日才截止登記 希望他們聽到的呼籲 馬上就要登記成為飲食界的選民 你才有機會去改變 而且這個補貼也不用局限於飲食業 其實各行各業都要 根本上現在的特區政府就搞不定 還要開什麼二線床位 有些說是希望租會展做方艙 是沒有作用的 現在的個案數字已經是逼近700 當數字上升到一千甚至二千的時候 那你怎麼處理呢 是否整間醫院全部改建 只是招呼這些人呢 原本住的那些叫他們回家嗎 這些全部行不通 一定要全面停擺才是最有效的 麻煩林鄭學一下外國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